746集 蔡清此话一出 赫安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蔡清话中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只要张凡加入天宗 那么他所享受的资源 就都会侵袭在张凡的身上 而且以张凡的天赋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 张凡必定可以做到 那三个最为上层的位置之一的 赫安不由把目光投向张凡 那目光里带着一丝祈求 他真怕张凡一着急答应下来 毕竟眼前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那可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位置 而张凡只是看了一眼蔡清 笑道 蔡先生 多谢你的好意 我在联合会里面过得很好 并没有离开的打算 联合会的资源和我们天宗相比 差距可是巨大的 小伙子 前途最为重要 你可得谨慎呢 蔡先生 我已经考虑好了 张凡说罢 便要转身走下擂台 但是蔡清一把抓住了张凡的胳膊 又说道 我们天宗 蔡先生 我们联合会和你们天宗无怨无仇 你打听广众之下强度我联合会的人才 这有些不好吧 蔡清话没说完 便被一个浑厚的嗓音给打断了 说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曹爽 一听曹爽的话 蔡清巍巍一正 下意识 把抓着张凡的胳膊的手给放开了 而后 他望向曹爽说道 谁都可以看出来 张小凡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如此人才 需要在一个适合的平台发展 若平台配不上他 那就是浪费天赋 你的意思是 我联合会配不上他吗 曹爽反问 的确 我们联合会的势力 只相当于一流宗门 而你们天宗则是超一流 我们的势力没有你们庞大 但是你们不要忘了 小凡若加入你们宗门 还会有另外两人与他争夺资源 而小凡在我联合会 却可以获得我们联合会的 全部资源 另外 你也不要把我们联合会 当成是普通的一流宗门 我们的背后 可是靠着一棵餐田大树 你说 是你们宗门三分之一的资源多 还是我们联合会 百分之百的资源多 听到曹爽的话 蔡青舔了舔嘴唇 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反驳曹爽 因为天宗三分之一的资源 还真就比不上联合会 百分之百的资源 毕竟联合会 可不是普通的一流宗门 蔡先生 多谢你的好意 曹先生的话 想必你也听明白了 张凡再次看向蔡青 蔡青望了眼张凡 又看了看曹爽众人 而后转身走下擂台 赫安感激地看了看张凡 也是跟着众人走下了擂台 行了 咱们回吧 张凡看向曹爽 曹爽微微点头 而后便出了比赛现场 先回酒店收拾了一下行李 然后把曹爽的儿子送回学校 众人便驶向了平山市的高速 是谁要害你的儿子 你查清楚了吗 查清楚了一些 但是并没有证据 凶手就是江家 他们很可能 想以我儿子的性命来要挟我 让我在处理宗门事情的时候 可以偏袒他们江家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 而且 我儿子下车前 我也让你帮忙 反复确认过我儿子的面相 你说 他也没有了灾难之相了 应该就没什么生命危险 他也不可能老是陪在我的身边 送他回学校 是最好的选择 等咱们返回平山 我做完了数值报告 就去一趟云贵地区 为我的儿子 寻找治疗古毒的解药 那你知道他种的是什么毒吗 你这样漫无目的地寻找 很可能会耽误了孩子的病情 我抽了一瓶我儿子的血 等到了云贵地区 找一名古师 帮我儿子奄奄血 到时候就可以知道 他是种的什么孤独了 听到曹爽的话 王丽娟轻轻点头 张帆冲两人打亮一眼 对王丽娟问 王姐 你还记得咱们来的时候 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什么话 记着男朋友的事啊 记得 难不成你已经为我约好了 回平山就见面 哼 不用回平山 王丽娟一听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狐疑来 看到王丽娟的狐疑之色 张帆淡淡笑道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随后 张帆便轻轻地拍了拍 曹爽的肩膀 抓住机会 人生苦短 正在开车的李佳华 从后视镜里面 看到后面发生的一幕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在场之人 谁还弄不清楚 张帆这话中的意思呢 曹爽和王丽娟两人 脸上同时浮现出了一抹红韵来 张帆 这可不是乱点鸳鸯谱 他点的谱 可是很是靠谱的 两人面相都有显示 他们呢 彼此都是有爱慕之意的 之前两人的面相上 并没有什么 互通倾诉的显现 所以 张帆才想把王丽娟 介绍给楚连生的 现在看来 已经没这个必要了 他干脆 遍地曹爽和王丽娟 把离成窗户纸 给捅破了 经过了短暂沉默 曹爽一把 抓住了王丽娟的手 我喜欢你 这种时候 男人 那肯定是得主动的 感受着 那双虽然粗糙 但是 却非常有力的大手 王丽娟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 幸福的笑容 而后 靠在曹爽的肩膀上 曹爽 也是幸福地笑了 看到这一幕 张帆不由是 暗自点头 正在开车的李佳华 也是笑道 曹爽 王姐 回去了 可记得请我们 吃喜酒啊 没问题 曹爽 也是痛快地答应了 咱们一起去 云贵地区 为你儿子 找解药 谢谢你 丽娟 等咱们找到解药 回来 就举办婚礼 给你一个名分 王丽娟听了 在曹爽的怀里 微微点头 大约用了五个多小时 张帆众人 便返回平山 直接 到了联合会的总部 对于那即将到手的邻果 张帆 也是充满了期待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